江坤不是有一个欢乐方言吗 欢乐方言 哪天来啊 他说的那个是原来有的一个像的 他有点移植 他说天气人 我说那Peter知道吗 Peter 四川叫Peter有什么说的那个 原来他说过这个 说他又给改了一下 类似 类似 他说有一个老师教学生 教英文 学生里哪人都有 是 说北京话呢 普通话就说Peter Peter 天津话Peter 那个四川话Peter 有什么山西话Peter 就带孙味 说你这孩子怎么带孙味呢 说的是那个那样 我说他这个生意不太好 是 说他生意不太好 对好多人都说他这个 他和这个郭当刚 两码事 郭当刚说是我这是老传统 江坤说呢我这是这个什么 粉三族 他说他那些正统吧 对 你们那些 其实我觉得啊 能斗软就得 能斗软 当然你不能说混乱了 对 解放前讲说混乱了 他们竟说混乱了 好来解放后 郭宝林说了 那个向改革小组 说的不许说混乱了 这里边有门派 门派 是啊 你看那个马记说的像什么 他讲究这什么呀 歌颂行的 对 一般说歌颂行的道 一般咱们讽刺很多 对 江坤说的呢也是讽刺很多 对 他好像师臣那个 好保林 马记 江坤他们这个一般 对 这好保林一般的 嗯 这个 那还有长家 啊 就是那个长宝华 嗯 他们有一派 是 是啊 说的像是门派也不一样 他也您喜欢听谁的像是 我基本上听 觉得那个马记还挺 马记还挺 郭忠祺 啊 朱向臣 啊 那个赵佩如 那都老的了 郭德纲呢您喜欢吗 还行 啊 郭德纲还行 哎有的 郭德纲他那说的像是叫老像是 对 老的传统那套 人有的说郭德纲剥的太糊了 哈哈哈哈 说像是好 这段子多好 多好的演员 你那本子得好 是 你没这本子 你能说出什么来啊 没错 是不是啊 对